对不起 刚才就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抱歉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没什么 我想说 今天是我母亲的忌日 十年前的今天 她除意外离开了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 父亲从小对我很严格 对我有很高的期待 但不论我怎么努力 都达不到她的要求 从小到大 我都没怎么见过她笑 有一次 她居然对我笑了 你猜我怎么着 我背脊发凉了一整天 我母亲是个善良的女人 她很疼我 在我被父亲责罚的时候 她总会偷偷地流泪 因为有她在 才让我感受到了一丝丝加的温暖 自从她离开后 我就没怎么回过家 从小到大 只要我在意的 都会离我而去 都会离我而去 假装不在意 是不是就不会离开 傻瓜 我是个男人 支撑你这种话 还是让我来说 不过 能听到你这么说 我真的很感谢 我感谢你